哈喽大家,我又来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打算教大家说一点四川话 我在之前上传的视频中有可能教过一点点四川话给大家 我有收到一些评论说对这个四川话还蛮感兴趣的 有些朋友也说想要尝试学一学 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就可以教给大家一些非常基本的四川话 首先四川话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音调,还有一个是拖音 首先音调,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用普通话说,这个人好烦哦 如果用四川话 那个how,它的音调就会非常的夸张 第二点是拖音 其实就在刚才那个例子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察觉到这个拖音 我再给大家来一遍 好,还有那个烦 这两个重点因素都被拉长了一点 当你掌握到这两点要诀以后呢 我觉得你学习四川话已经就成功了一半了 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今天的场景设置就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朋友去成都旅游 我想象中你这一天可能会听到什么样的四川话 或者会说到什么样的四川话 我就手把手的交给你 首先当你到了机场以后 我相信大家应该会想要打车去市区吧 当你打到车,你怎么称呼这个司机大哥呢? 在四川我们通常称呼司机大哥为师父 普通话里面就是师父 可能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好的氛围吧 不如我就主要用四川话教 然后重点地方我用普通话再讲解一下好了 好,我先这么设定 我们这样来试试看 师父来其实不一定是 知识勇于成夫实际打过 其实很多人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师父 比如说帮你修一些叠气啊 啥之类的 我们都给他叫师父 那你上到车 可能你就不需要用四川话去 顾到给人家说你要去那儿 可能你在手机上头给人家治一下 或者是普通话说一下 因为在中国大家都是用弟弟嘛 你用弟弟的时候 你已经写好这个目的地了 所以说你上车应该不需要跟师父说你要去那儿 没有用弟弟 没有写写这个目的地的话 你就在手机上可能给他治一下 这个地方可能就不太需要用到四川话 师父如果说跟你聊天了 那你就 因为这个天了地背了 我一说不好就是人家要跟你聊啥子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要靠你自己不行了哈 但是我觉得 既然你去打车 你可能可以问一下师父说 诶师父 那里火锅店好吃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师父请问哪里的火锅店比较好吃 你们温温荡荡的到达了目的地 可能师父会问你说 诶听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 就是我们发那个可我们发的是 可 然后你就说可以可以可以 那意思就是可以可以 停在这里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初级学者的话 你就可以说谢谢师父 然后你就可以下车了 但是如果说大家想要进这儿的话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说 诶师父你这车停得把死 意思就是说师父你这个车停得不错 好进阶选手可以选择说这句话 到达旅游景点以后呢相信大家也就是 哦对不起 我要用词让他讲 后来到了景点以后呢 可能大家也就是配配招啊 啥子可能就用不到啥子实际话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 假设说你可可了 你要喝水 然后你可能要去一个草食 去卖水 虽然说可能你说普通话 人家也听得懂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说一下实际话 去解释一下这个氛围 假设你去草食 唯一这个东西还没有夹给表载了的话 你就可以拉到这个东西去闻 跌月说这个东西好多钱 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多少钱 店员就可能会跟你说 这个好多好多好多 如果大家听不懂数字的话 他收银的那个地方 通常会有显示数字的 所以如果大家听不懂数字的话 就还是看一下那个显示牌 初级四川话学员呢 就可以说谢谢老伴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在景点的话 你就可以说 哇这个东西好花的错哦 意思就是花的来 就是说便宜实惠价格很值 然后你下一步呢 景点也广了 水也买了 可能是不是要去找个菜馆吃个饭啊 再四川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一定非要只吃火锅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很好吃 我们就假设你到了一个菜馆 如果说没有人关你的话 你走到那儿 你就可以说老伴叠菜 叠这种超菜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口水鸡 辣植鸡 水煮肉片 水菜鱼 出名 而且非常整容的水菜 大家如果在四川 不如去尝试一下 看后你当地的这些菜的 区别到底有好大 说到这里呢 不得不提一下 如果你真正了解川菜的话 那你就一定知道火锅串串 冷锅串串 还有勃勃鸡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其实火锅这种东西在外头已经非常流行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火锅是什么 但是菜串呢 我不晓得大家 晓不晓得哈 菜串和火锅其实有点强 但是它们确实是不一样的东西 手切菜串是用那种切切把肉啊 什么都串起来 再把整个一串弄到锅里头去煮 其实一般菜串的味道跟火锅的味道 还是有点接近的 我觉得 再加上菜串吃起来 其实因为你是一串的龙下去煮 再煮了 你又拉到这个菜串再吃 结果就是可能有点不一样 然后你这个弄锅串 弄锅串就是这个串串 店家已经帮你煮好了了 其实而且就是在这种 拉的锅里面煮过的 那它上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一些串串 全部放在一个就很像火锅的锅里头 但是它这个锅呢 它是不会煮的 它就是放到那儿 为啥子呢 因为其实你把一个生的菜 或者肉放到火锅里头去煮 你可能煮过几秒钟 十几秒钟 或者是一分钟 其实它味道是没有完全融进去的 弄过脆脆呢 其实是它煮好了以后 它还把这个肉浸泡在这个锅里头 所以说它就会一直吸那个味道 所以说其实我平常煮有些菜的时候 我就会很习惯 就是煮好了 把这个菜在那儿放一会儿 因为这样子放的时候 那些肉它就会去吸收 你的那些汁水的那个味道 好所以说这个就是冷锅菜 还有一个是宝宝鸡 那宝宝鸡和冷锅菜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都是不是说上上来给你煮 宝宝鸡的话它就是一大碗 碗里面呢 就是有很想火锅的那种汤底 上面就是也是用切串 炊起来的肉啊菜啊那些东西 这种菜串上的炊的肉呢 基本上就是比如说鸡肉啊 鸡炸啊 非常跟鸡有点相乖的一些东西 然后放到这个波波里头 我们乖这个外叫波波 所以说这个东西叫波波鸡 但是波波鸡的味道呢 我觉得可能就会更香一点 因为它就不是那种火锅的那种油滚滚 很厚的味道 它可能就是有点像口水鸡的那种 凉菜的味道 所以说平时我们也很喜欢吃波波鸡 好 那其实 好你掉了菜一会儿 哎 其实我很久没有讲四川话了 如果这个时候 你是一个警戒的学说的话 你就可以说 哎呀老板 那个菜笼得好年有 安逸 就是说很好 很很棒 很赞 吃完以后呢 那你就问老板这些菜多少钱 老板 好多钱 然后现在 假设你吃饱了 你又出去刷 哎 刷到刷到就觉得找不到路了 可能你要问一下旁边的路人 那你就想要称呼 比如在四川 我们一般都会 比如女的就叫美女 男的就叫帅哥 比如说你问他 厕所在那儿 厕所就是厕所 困扯我对大家还是有点重要哈 然后你就问 哎 美女 请问一下 厕所在那儿 厕所在那儿就是说 厕所在哪里 然后人家回答你了 他可能就会说 厕所在那儿 那意思就是那儿 那别过跟你说 以后来 你就可以说谢谢 然后就可以了 好 就加上你逢品朗镜的 读过了一天 然后这个时候 你要起到九点 那你去酒店check in的时候呢 大唐的接待员应该都是说普通话的 所以在这里大家应该是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假设说你进到房间以后呢 发现可能少了一些东西呀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呀 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前台叫服务员 比如说你想多要一双被子 你就说 哎 好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如果能够把这些都学会的话 应该在四川去旅游就没有什么生存上的问题了吧 其实说老实话在成都呢 因为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外地人 所以大家应该都是很接受普通话的 那你只用普通话去沟通呢 我相信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但是就假设说你真的是在路上很急 比如说你急着要找厕所 正好遇到一个人 他的可能普通话不是很好 那如果你会一点四川话的话 既可以帮到你的情况 又可以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好再温习一遍 这个大家要 记住了 如果大家真的对四川话很感兴趣呢 那我推荐大家两部非常好笑 也非常有名的四川话的电影 一部就是疯狂的石头 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发生在重庆的 所以他电影里面的主角啊什么的 都是讲的是重庆话 虽然说重庆话和四川话是有区别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外来的朋友来说 可能区别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你学重庆话也好 还是说学四川话也好 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电影呢 我也非常喜欢就是很多年前很红的一个电影叫让子弹飞 看过的朋友可能看的是普通话版 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有四川话版本的 它在四川地区上映的时候 它是以四川话版本上映的 那为什么这个导演他会录一个四川话版呢 因为其实让子弹飞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四川的作者所写 用四川话讲的话可能会更地道 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我是最喜欢葛优的配音啦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大家不妨去看一看让子弹飞四川话版 好啦这个是学四川话的部分 那毕竟我们今天假设就是大家可能会去四川玩的情况 那我不妨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旅游相关的一些信息吧 上次呢我做的那个挑战我老公听不听得懂四川话那个视频呢 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一些了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看 上次也跟大家讲过去四川旅游的话呢其实是非常划算的 因为四川的消费并不高 比如说可能每天100新币左右的酒店其实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那吃东西呢我说老实话在四川非常好吃的小吃都不贵 像我平常很喜欢吃的姜豆面一碗我记得好像是6块钱吧 6块人民币也就是1块2新币的样子非常非常的便宜 机票的话从新加坡到成都大家想要找便宜的机票 是找得到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四川航空 其实我非常喜欢四川航空 因为四川航空的餐食它会发老干妈给你 而且四川航空它有一项服务就是它会在大家可能坐飞机坐得闷的时候 就会教大家来做广播体操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四川航空 然后跟着那些空姐做一下广播体操 四川航空的飞机餐呢我觉得也是很有川菜特色的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的很多很多朋友都有跟我讲过 我就觉得四川航空的空姐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选择四川航空去坐一坐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对四川感兴趣的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或者是如果大家问题很多的话 可能我也会做出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解答啊之类的 我希望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大家或者是有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快乐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